看起來像一個盒子 很像一個圓盒安全帽的上面 這個是吸引昆蟲的 基本上這個是防治病蟲害的其中一種方式 防治病蟲害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噴藥在上面 另外一種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它裡頭放有費洛蒙 費洛蒙會吸引公的或母的 然後接近這個東西 然後過來它可能會掉到下面然後死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類似昆蟲的吸引器 簡單的說它就可以捕捉一些 應該算捕殺吧 捕殺部分的昆蟲 那所以如果你有在野外看到這種東西的話 基本上這個就是防蟲 就是殺蟲 有些是像這種黃色的顏色或藍色的顏色 對於某些的昆蟲而言它是有吸引力的 像你有看過黏影子對不對 黏影子是黃色的 那如果你看過劑馬殺劑馬的那個紙 它也是黃色的或是藍色的都有 那這種很有趣 某些的顏色其實對某些的昆蟲是有 固定的吸引力 所以像如果你看到這種東西像飛碟一樣 這個其實就是專門來殺昆蟲的地方 會有一個類似紙的東西 那個是你看這個 那個是廢洛蒙 那所以呢 其實它會散發出某些廢洛蒙出去以後呢 昆蟲會經過這種廢洛蒙 然後吸引過來這邊 然後可能就死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做法 算是在我們在做 不管是在農業上常常做的一種做法之一 所以你會看到掛的飛碟在這裡 對不對 那它只要是固定的去清理它 或者是換那個紙 換那個廢洛蒙的這個 這個以後呢 它就可以產生那個殺蟲的行為 殺蟲的行為 因為有時候不只噴藥而已 你還要減低這個地方的 害蟲的數量 通常他們會用雙管旗下的方式 那會比較安全 那這種就比較偏向是物理化學防治的方式 其中一種它是利用飛碟蒙 但是其實它不會直接傷到植物的本體 我們通常不會灑藥在上面 是利用這一個去吸引昆蟲來 吸引昆蟲來 所以有機會 如果你在外面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農用的 專門在殺昆蟲的 那當然還有啟動的防止防止 另外一種就是物理防止 我們是物理防止就是像那種 它把它遮起來 那種就是像物理防止 防止蟲飛進去 但是它多多少都有可能會有洞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